他一个鸭子好孤单的 应该就是这个鸭子 等一下要被我们捉走的吗 他托尼的队伍 他是一个人不敢游了 他会飞 这里的环境好好哦 这些鸭子都是吃韵米 吃河里的小鱼长大的 自己在河里面抓鱼吃 对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河边抓鸭子了 就是情绪刚刚下走的那种鸭子 他肯定是土手抓不到的 然后我妈说 他说 那个鸭子 是在这里面 这个河里面散养的 所以说 就是比较土生土长 然后天然一点的 就特别适合我吃 所以让我们家亲戚给我们留了两只 现在我们就去抓了 他在那个上面 你看 你看 有没有很农家乐的感觉 这就是农家乐 他们本来就很快乐 比我们的幸福指数还高 那是黄菇点 我直接走 打住啊 我应该是关起座 我得睡着油 应该是做不到 哈哈哈 你还好多味啊 你看 还是农村快乐一些 凶残啊 鸭肉 两只鸭子就准备回去了 不要离我们吃饭 所以我们就是同命了 好丰盛啊 这这么丰盛 这就是 这个是 第一道农家餐 这个好吃 对 我最想吃的这个 这是他们自己家 烟萝卜干 好小 这碗是好小 哈哈哈 好小 这碗是好小 哈哈 没点酸 好吃 第一道吧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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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回家了 我们 本来是准备把鸭子挂在后面的啊 怕那个那个路啊 太陡了 等下吧 到家了鸭子却不见了 还是放在里面保险一些 本来是夹个我能增压的 饭了吧 多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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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有点好 有点好 有点好 住手 拜拜 拜拜